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Minecraft空间管理单人地图 我是尼亚斯 那这张地图它的英文名称呢叫 我不太会念 我叫Google翻译来念给大家听一下 Space Management Space Management 对 中文翻译叫做空间管理简单来讲 那我觉得还不错玩这张地图 是一张蛮算是小游戏的地图啦 那版本是要Minecraft 1.10.2 那没有材质包 就是这张 好 我们进去玩吧 我自己私底下有小玩了一下 我觉得很不错玩 所以来推荐给大家 就是你真的很无聊很无聊很无聊 无聊到爆的时候 你就可以玩玩看 好 首先我们在一个小空间 那这个 开始你的冒险 开始你的冒险 就只要按这个就好 然后这个不用下指财质包 它地图就内建有财质包 它就会自动 就是你只要把地图装到Minecraft里面 它这个地图内就会 展现它自己的财质包 好 作者是这个Lukeseng 然后突然非常暗 然后我们现在要点这个Click here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 它这边会有一些字 不过 呃 不太重要啦 因为我看不太懂 微蓝的翻译 反正就是它会讲一些剧情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用Google翻译去翻译看看 总之它就是一个小游戏这个样子 好 我们出来了 我们刚刚在应该是搭电梯还是怎么样吧 这边还有好几个这个门 可是这个进不去 这边才进得去 我们是从这边出来 我们是神话人嘛 OK 然后这个应该是电梯吧 然后我现在没有那个能量 我要开启这个电源 我才可以搭电梯上去 很酷喔 大家看一下这个 它会把你传上来 然后你就可以上来了 超酷的 可惜它只有两层楼 然后我走到这边 它就会把我送下来 欸 不过会跌倒一下 酷 欸好痛喔 再传一次 好啦 不玩了 总之我们上来 那二楼 然后大家看 在外太空空间 那我会说这是一个小游戏 是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小游戏 等一下大家看就知道了 首先我们先站上这边 然后继续点这个 它会说叫你按这个开始的按钮 然后呢你会发现 欸 为什么走在这上面 完全不会掉下去啊 因为这边有一个那个透明的方块 那我们正式开始吧 开始之后呢你会拿到 呃 左右的那个按键 然后等一下这个飞船就会开始 行动 我只要按这个yes的话 它就会开始行动 那右边这个就是往右转 那左边这个就是往左转 大家应该看得懂齁 那我们现在先开始游玩 欸 好 我们要点两次 三次 四次 好 OK 然后它开始走了 然后我们要注意不要撞到那个 石头的部分 不然就输了 然后我们要从红色的这个地方 跑到绿色的这个点 然后就赢了这样子 然后它会自己动 蛮酷的 好 第一关完成了 再下一关 然后我们要躲避这个 岩石 好 注意不要撞到了 啊 输了 再一次再一次 OK 我们要往右边走啦 往左边走有点狭窄 好 然后 跟着它继续 然后左转 这样应该就可以过关了 反正这就是一个闪避 那个障碍物的一个 开飞船的游戏喔 所以 有一点小难度啦 不过还好 OK 过了 耶 蛮简单的 我觉得这个游戏蛮酷的 如果把它做大的话 应该会很好玩 不过它就是一个 比较小的小游戏啦 好 往这边看起来有点难度喔 往右转 嘿 好险 差点撞上 有了 过了过了 太好了 耶 好 然后勒 哦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座主就附上它的 YouTube的频道啊 对 蛮简单的一个地图啊 大概才录四分钟我就破关了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玩一下 蛮有趣的啦 如果你真的很无聊的话 对啊 或者是你也可以看看这部影片 诶 觉得怎么样 然后我现在被更改成 更改成创造模式了 总之呢 我觉得这个地图还不错玩 如果你真的很无聊的话 嗯 或者是你可以看别人玩啦 对 那就是一个有三个关卡的一个 飞船的闪避 障碍物的一个小游戏这样 然后它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电梯 我觉得超棒的这个 还有这个东西 对 超棒的 然后我们可以挖出去看一下外面 它就是一个 呃 虚空啦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指令方块一堆 有没有 其实我真的觉得啊 这个 呃 指令方块的东西啊 作者 就是minecraft的作者 它更新的越来越多了 对 越来越多种了 一开始只有这种橘色的 后来倒有 紫色跟蓝色的 我现在都还不知道 这紫色蓝色有什么用 对 我的minecraft指令方块的 知识啊 大概还停留在 1.6 1.7左右吧 对 哈哈 有点惨啊 对啊 不过觉得蛮酷的 嗯 有超多指令方块 这边算下来应该有三四十个指令方块吧 超酷 对啊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这很简单一个地图 就是空间管理 那有进去可以下载来玩玩看 对那 呃我看一下喔 好我就在这边做个结束吧 不过我觉得我应该要把这边补起来才对 我看一下喔 它用的方块是什么啊 这个吗? 不对这是雪 哇 好酷喔 橙色玻璃 等一下我看一下 应该是这个方块吧 还有这个方块 啊还有玻璃 等一下我找一下玻璃 呃 这什么东西 怎么长成这个样子 玻璃玻璃 我要 蓝色的玻璃 这个 OK应该是 这样子吧 OK 我把它盖回来 欸不对 这有点蓝啊 应该再浅一点才对 看一下喔 是这个吗 还是这个 我猜应该是这个啦 不对 太蓝了 不对 对啦 OK 好 那我们就在这边做个结束吧 在这个看起来像浴室的 好啦 那我们这一个空间管理的地图 就玩到这里啦 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下载一下喔 载点附在影片下方的完整资讯 那请用电脑观看这部影片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 显示完整资讯的字样 点开它 就会找到载点了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或是喜欢其他系列的话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或是订阅 或是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 或是同学们看 那如果更多人看的话 我会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喔 那么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